坚果营养丰富,种类众多,多时坚果还可以健脑,保护心血管健康和抗衰老。 以下为大家总结了十种肠腺坚果的食用遗迹,希望对您选购坚果有帮助。 01,核糖堪称抗氧化之王。 作用与禁忌,美国饮食协会建议人们,每周最好吃两三次核糖,尤其中老年人可决定欺负女。 因为核糖中所含的精湾酸、油酸、烫氧化物质等对保护心血管,预防关心病、中风、老年痴呆等是颇有弊异的。 依次不要吃的太多,否则会影响消化,有的人喜欢将核桃仁表面的褐色薄皮包掉,这样会损失一部分营养。 所以,不要包掉这层皮。 02,作用与禁忌,由于粒子富含柔软的下食纤维,糖尿病患者也可适量品尝,但粒子生吃难消化,熟食又易志气。 所以,依次不宜多食,最好在两餐之间,把粒子当成零食,或做在饭菜里吃,而不是饭后大量吃,以免摄入过多的热量。 不利于保持体重。 新鲜粒子容易发霉变质,吃了发霉的粒子会引起中毒。 所以,变质的粒子不能吃。 第三,葵花籽也是瓜子中的嚼嚼者营养相当丰富,作用与禁忌,每天吃一把葵花籽,就能满足人体一天所需的维生素一。 葵花籽所含的蛋白质可以各种肉类媲美,特别是含有制造精液不可缺少的精氨酸。 常客时葵花籽对预防关心病、中风、降低血压、保护血管弹性有一定作用。 医学家认为,葵花籽能致失眠、增强记忆力、对预防癌症、高血压和神经脚弱有一定作用。 临此,开心骨可谓心脏之有,主要含痰不饱和脂肪酸,所以开心骨不像其他结果容易酸白,可降低打固成含量,减少心脏病。 作用于禁忌,一次适时里开心骨,相当于吃了1.5克丹不饱和脂肪酸。 住藏时间太久的开心骨不宜再食用,开心骨有很高的热量,并且含有较多的脂肪。 凡是怕胖的人,血脂高的人,应该少吃。 05,甜性仁,甜性仁含有50%的脂肪,25%的大白质,10%的碳水化合物及维生素B和钙、鎂、疼、甲等元素。 作用于经济,常是性仁的关心病患者。 心脚痛发生的几率,要比不实者减少50%。 性仁有调节胰岛死与血糖水平的作用,也是糖耐量低减与糖尿病的食疗品之一。 性仁富含的蓬与钙质,对预防更年期妇女骨质疏松也有一定益处。 06,针子。 针子营养丰富,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样样俱全,其含量远远高过核桃。 作用于禁忌,针子中肝,连铁含量也高于其他坚活。 由于其营养丰富,味道甘美,自古以来,人们就把它作为真果。 针子性品味甘,有补气、贱皮、纸线、明目、虚虫等功效。 07,作用于禁忌,美国的研究发现, 每天吃50颗左右南瓜子,客家有效防止前列腺疾病和前列腺癌,南瓜子含有丰富的泛酸。 泛酸可以缓解禁止惺惺脚痛,并具有降压作用。 但也要注意一次不要吃的太多,曾有食用南瓜子过量,而导致头晕的报道。 最适合高血压病人食用,胃热病人已少时,否则会感到晚腹胀吗? 08,花生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及多种微量营养,作用于禁忌。 科学家发现,花生中含有大量金氨酸及白鲤卤醇,前者有潜在抗结合作用,后者能抑制癌细胞浸润与扩散。 因此是结合病人及肿瘤患者脱压的食疗品。 但花生已有增加血小板数量,抗纤维蛋白溶解作用。 不高免税症者一去皮食用,花生消化吸收率较低,过量食用会加肿胃肠负担,需引起注意。 09,松子被誉为长寿果。 作用于禁忌。 松子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。 所含脂肪大部分为亚油酸、亚麻酸等有益于健康的必需脂肪酸。 钙、铃、铁等含量也很丰富,常吃克斯补强身。 存放时间常会产生哈拉外,不宜食用。 胆功能不良者应迅时,内肠负担,需引起注意。 身、胶果中的脂肪含量占47%,蛋白质为22%,作用于经济。 与其他坚果相比,腰果中对人体不利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要稍高一些,占到20%左右,因此,应避免吃得太多。 此外,腰果含有多种过敏人,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,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过敏反应。 因此,第一次吃摇火的人,最好不要多吃,可先吃一两粒后停食几分钟。 如果不出现货面反应再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